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起飞区了 在甲板上一共有三条滑越起飞跑道 每当街市五进载机准备起飞时 起飞助理都必须要沉着冷静 干脆利落地做出放飞动作 我们的每一套简单的动作 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 直到形成条件反射 和肌肉机翼 实现人舰机的高度融合 才能保证坚持武舰载机的安全高效起降 在山东舰有这样一个部门 他们永远保持向上仰脚 时刻准备战斗 致力打造最坚固的航母铠甲 他们就是武器部门 这就是大家经常听说 也比较熟悉的反导舰炮 它着用于拦截反舰导弹 它的特点是发射速率高 一分钟可以达到近万发 所以也被形象的称为万发炮 武器系统是航母的末端防御手段 主要用于打掉突破舰载战斗机 和航母属舰的漏网之鱼 我们必须把训练当实战 随时备战随时能战 航空母舰是海军远海防卫作战的战略力量 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守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 在随行作战任务时 除了搭载舰载机之外 还和其他的舰艇共同组成舰艇编队 机库布置在飞行甲板以下 主要用来停放舰载机和从事机物维修相关工作 在机库的地面上有大量的吸流座 它主要是和吸流锁配合使用 这是吸流锁具 把它的一端扣在吸流座上 另外一端通过上方的链条和飞机相连 这样就可以安全稳定的把飞机吸流在甲板上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山东舰的驾驶室了 大家都知道驾驶室是舰艇航行的指挥和操纵部位 那么航母这个旁然大物在海上又是如何被操纵的呢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用方向盘控制方向 舰艇在海上行驶用操作仪把控航向 但航母上的这个方向盘可不一般 它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而这些操作也不是靠舵手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它需要多个部门 多个站位协同配合才能够完成这个操作 从驾驶室出来 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山东舰的华物中心 这是全舰唯一一个全部由女舰员组成的班级 出海的时候呢 手机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但是如果家中有急事 我们也是开通了一些卫星电话 供大家与家人取得联系 所以我们的钢铁巨舰也是很有温度的 在舰上那联系方式就更多了 我们有这样的内部网络 生活电话 包括像我手里现在拿的这部移动终端 这样呢 随时随地的取得联系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读书使人进步 山东舰也有自己的图书馆 这里是大家休息时最喜欢来的地方之一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书架上各种类型图书 能够满足舰员们的读书需求 邮局呢 是由我们通信部门的同志负责管理的 他们每天帮助大家收发快递信件 当然啦 还包括鉴赏包刊杂志的领取分发工作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鉴赏的超市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货架上物品的摆放 虽算不上是琳琅满目 但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舰员们可以在这里买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 很受大家的欢迎 时间不早了 快到吃饭的时间了 咱们现在往前走 看看吹石斑的统治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今天中午给大家准备的菜品有 红烧赤根 木耳炒谷瓜 海带结 炖排骨 西兰花 炒虾仁 干烧鱼段 还有青炒油麦菜 主食呢 是花卷 米饭 还有我们自制的面包 这边呢 还有汤和水果 我们每天保障七顿饭 早中晚三顿正餐以外 还有两次煎餐和两次夜餐 谢谢大家 fleet Trail 词 斗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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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